從哪裡跌倒 要從哪裡再跌倒一次 金馬的陰影大概多久走出來 你現在還在 沒有 其實我沒有陰影 你有看就是王德頓的評價嗎 我會看到 我很喜歡看 你很喜歡看 我很喜歡看別人的留言 我覺得我的心理素質滿強 對 但你那天是不是嚇壞了 你怎樣 其實有一點慌張 我在心裡有見識了嗎 因為畢竟是做我比較不擅長的事情 在那個當下 你會搞不清楚那個是夢境還是現實 因為我在 我在預設的時候我想過說 如果我當下忘死了或怎麼樣 我要怎麼去做 但真的來的那一次 真的發生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然後突然回過神來 現在是直播耶 是金馬耶 那怎麼辦 趕快拿備好的小超 趕快拿出來把它降滿 那在中間一直想要 讓自己放鬆下來 放輕鬆一點 我不斷地在用以前的經驗打球的經驗 呼吸忍呼吸 然後各種方式都試過 但就是沒有辦法 就已經陷到了那個 可以動 對 怎麼爬都爬不出 可是我真的覺得要給小潮拍拍手 因為一個人他敢畫這麼大的劇 然後去超越他自己的經驗 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鼓勵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 再來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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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楊麗茵的意思 從哪裡跌倒 要從哪裡再跌倒一次 你也可以 那你還會再接嗎 而且我比較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人家不會去看你有沒有值 真的 看你的顏值 真的是看你的顏值 顏值勝一切 對啊 你站在那邊 就算不講話 從頭到尾也沒人罵你 對 不行啊 所以到林青霞那一卡 已經昏迷了 昏迷 那時候的狀態是很 其實真的很累 所以那個是你要接還是經紀人 要接的 鼓勵你 對 其實就是一起討論 就是覺得 又來邀約的時候 你有猶豫嗎 其實當然會啊 會猶豫 真的是你們兩個人約 還是王靖鼓勵你 對啊 早在辦 對 因為當時也在拍別戲 但又覺得 哇這個機會來了 很難得 很難得 而且金馬六十 對 然後加上我也很久沒有去金馬 對 因為我就只有出道那時候 有去走過那個紅塘 大家就會想說 出道其實也一陣子 說好像也沒機會去 然後怎樣 差不多 主持人 好吧 換個身分 挑戰看看 然後嘗試看看 然後嘗試看看 回家有辦法哭嗎 我不會哭啊 沒有 我回家很好笑 我回家 就全部都記起來了對不對 對 對 全家都記起來了嘛 我們有經驗的 對啊 金徒人說 欸當欸當 你講那句台詞的那個 那個樣子 天馬很像 跟王靖有點像 欸 欸 欸 真的啊 像嗎 可能會互相影響 沒有人救得了你啊 沒有人救得了你啊 你滾他的時候 有沒有把他當成王靖 謝謝郭哥 不會啦 不會 不會壞 你還挖洞給他跳 他是專業的眼睛 對啊 幻想也 好像也滿奇怪的 對啊 不要 naturally 沒有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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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廣闖 你 不 我們